最冷的冬至就要来了 快给我一碗热乎乎的汤圆吧 台中最好车汤圆在哪里呢 就让怡婷带你去怡婷 在热水的洗礼下 一颗颗小汤圆变得饱满诱人 来到店里必尝的综合甜汤圆 是用红豆和花生做综合汤底 看似普通的组合 其实大有配复哦 糯米要挑啊 糯米要选刚好 不能新的 差不多一年多以上 一年多那个糯米才会好吃 怕我一下子豆子让它膨胀一下 煮起来会更大颗 会更绵密 更好吃 然后你说比例是什么样的比例 你是说甜汤啊 甜汤有比例啊 像你没有比例 那个糖水煮起来有的太水了 有的太浓了 有吃过汤圆吗 有有有我都会加汤圆 你说咸汤圆吗 咸甜的汤圆 都有我都有吃过 嗯 所以他们汤圆的口感是吗 就他们皮都很Q 然后小汤圆就是 我喜欢加一点冰 然后就会更Q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 说这一碗甜在心头的综合甜汤圆之外呢 这里还有一个招牌 就是用黑猪肉 红葱头 还有东虾做成的鲜肉汤圆 滋味更是迷人哦 选过的糯米加上老板娘的功夫 这汤圆皮果然弹力了得 更让人惊艳的是 一口咬下细致的黑猪肉瞬间化开 只剩红葱头和东虾的香气 在鼻仓里头久久不能散去 之前有吃台北的那个 也是包线的汤圆 他们的口感好像没有这么软嫩 我们从彰化来 然后逛逛就进来吃了 就很好吃 不错 就是很有我妈妈的味道 一个月一个月前就要忙 要不然做不出来 铃铛大家差多少 铃铛大家差多少 当然有差啦 要不然就不用那么早做 三十多年的汤圆店 吸引许多媒体报道 因为坚持要用好东西招待客人 老板娘的汤圆味道始终如一 第二代也已经加入经营 美味将继续飘香 记者凌晨军 维婷 台政道